HELLO 大家好 邦店又更新啦 那我們這次要來實測的是這個 因為今天新增了費額本 新增了費額本就是 新增了很多惡靈LIVE的卡 那我們就要來實測一下 就是我們 打算啦就直接用鑽石 直接抽這個惡靈一般 投手機會軍等吧 我們決定抽這個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可以中費額本 那在這之前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市場 市場上新出的一些新卡 一般然後 2020 其實出蠻多啦 那我們直接看 我們直接看統一的好了 統一有出這個費額本啊 市場上是目前沒有人賣 因為目前來講剛出嘛 所以一定非常稀有 然後這個洛奇 魏奇 其他其他都有 那在這之前啊 因為之前原本想說要用挖角的 或者是用 其他不要滑鑽的方式 不過發現真的 我其實抽很久 然後還是抽不到 那我們這次直接用 比較有效益的方式 就是用這個鑽石 直接來拼看看 直接買投手 那我們直接來開抽 目標就是抽到 費額本 好 我有中一張洛奇喔 然後卡本特 妮扣莉 蔡明鏡和林逸祥 再來 有嗎 沒有 有中所殺 那我們再來 再來開抽 沒有 沒有 也是沒有 好 那我們再繼續抽 又花賺很快啊 一次兩百賺 這裡有中一張 中一張米蘭達 這樣還不錯喔 這張有六百萬 米蘭達 零層化 好那我們這邊先清一下我們的空間 我們把 我們把 反正都沒有的 我們就把他清一清 馮劍廷 我這是新人 好然後再來 我們就先清一清啦 然後 清完再來 再來 再來抽 說不定這個 直接又讓我選到一張 我的機率非常低 不用捨 不用捨忘 帶陪風喔 二零的 好那我們再繼續來 繼續來抽 我們先把這個 保管箱先抽一抽好了 這個 欸 投手選手包 看能不能至少中一張廢二本 這個鑽石相當的 相當的昂貴啊 看能不能中 再來 還是沒有 我羅傑斯又中一張米蘭達啊 OK 不過還是沒有我要的 哇 這個 還是沒有 再來 欸唷 中囉 中了一張廢二本喔 終於啊 終於中了一張廢二本啦 終於中了一張廢二本啦 這個真是前行忘苦 好那我們 我們就 呃 我等一下再實測個幾次啦 然後剩下來就先留著吧 這邊要小心啦 這邊不能把廢二本 拿去核掉 來 來 終於中了 很感動 然後 還有米蘭達 我們之後可以來實測一下米蘭達 然後羅傑斯也可以喔 黃恩赤我覺得也不錯喔 我們之後可以來實測一下 然後羅傑斯也可以喔 然後我們就把廢二本放在先發陣喔 那之後啊會拍就是 實測這個廢二本投球的影片 那也歡迎大家來準時來收看 然後我們現在剩下就是 把 把剩下的 鑽石大概再抽個 再抽個兩百鑽好了 我們 我們就抽一千鑽 一千多 應該是一千 應該是一千四百鑽 應該是一千四百鑽 那我們一樣就是先把這個 把管像也先抽完 看看能不能中一張廢二本啊 喔中了一張霸能喔 再來 都是新的洋將 好那我們 最後這兩百鑽 直接來抽 沒有 哇全部都是副榜的 好那我們再來 交易一下 OK喔其實差不多就是 應該是一千四百鑽啦 印象中 那如果有錯的話 就歡迎在影片下方 來 告訴我一下 好我們最後三包 把它抽掉 沒有 不過至少一千四百鑽有中 我覺得還 這個機率其實 我覺得因為 你茫茫的二十 二十 二十的卡裡面 抽一張廢二本 其實這個機率我覺得算是高了 如果你說你是要抽一個球隊 的投手 就是假如你是限定說 統一啊 或餵全龍啊之類的 那這個機率 還比較高 那你要抽 就是單單直接會投手的話 再加上我覺得啦 因為這是新的卡 那官方這個調的機率啊 那官方這個調的機率啊 應該是會把它調 雖然說它均等 但我覺得它機率會調的比較低 所以一千四百鑽我覺得有中 其實還行啊 還算歐洲吧 那如果大家有抽這個 廢二本的經驗 又抽廢二本 然後有抽到的 那也歡迎在影片下方 留言說你究竟是花了幾鑽抽到 甚至是說你用這個 什麼交換啊 或者是用挖角 就挖角到 或者是 就是一般軍人包 然後沒有限那個年份的 這個非常歐洲的 也都歡迎啦 也都歡迎在影片下方 進行留言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可以按個讚 然後按個訂閱 也可以開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收到 即時的發片通知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